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街舞第一集中的一些关键词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首先Battle和Cypher指的都是街舞的比赛形式 那Battle就是把选手分成两组最抗 可以是1对1 2对2或者是N对N 然后双方在同一首音乐下各自发挥 那裁判会选出当场表现更好的一方作为获胜者 或者说用一个更经典的方式 就是根据观众尖叫声的音量大小来判定哪一方获胜 而Cypher就是将选手们围成一个圈 那DJ会愿意的放几首歌 选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音乐偏好选择上场时机 这样就更容易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准 相比而言Battle是一种竞技性对抗性更强的比法 而Cypher就火药味没有那么的浓 更多的时候适合一群舞者在一起玩或者一起交流 说到Old School New School 你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比较级的概念 那它放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有不同的意思 放在街舞这里指的就是不同时代流行的舞种或者舞蹈呼格 简单来说New School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舞蹈风格 像大家常说的Urban啊编舞啊Jazz Funk啊 那Old School就是更为传统的舞蹈风格 比如Hip Hop Locking Popping Breaking House等等 这两种风格所对应的玩法也略有不同 目前主流的Old School比赛采用的更多的是 Free Star Cypher或者Battle的形式 而New School的比赛更多都会用编排或者作品的形式去呈现 再比如易烊千禧陆寒张一新的舞蹈风格就是典型的New School 那我自己理解的是New School更适合表演 而Old School更适合竞技比赛 那最后来给你说说什么是Swag 那其实Swag这个词很难去定义和描述它 因为它更多的像是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状态 我之前看国外的一个视频有一个主持人去路上采访路人问他们 老兄你觉得什么是Swag 所有人回答都是 我是Swag 老子就Swag 然后Swag这个词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领域 比如说当用在音乐领域里的时候 现在那些当红的Hip-Hop歌像是Megos Aset Rocky 阿尔兄弟的歌就很Swag 那有一个比较好认的方法就是 只要你听到那些歌里面有那种Skukuk的声音的时候 诶 那就是Swag 服装里呢像V-Long Wet-Mone 或者像Op-Watt这样的牌子也都很Swag 那明星中更是有不少人Swag 你看那些拍到的时候会把Dab手势的人 他一定有一颗Swag的心 那我在这里就不给你多举例了 留给你自己去发现 OK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跟我聊聊你觉得在第一集中哪一个选手最吸引你的眼球 或者说在导师秀中你觉得哪一位导师的表现最棒 OK 跳着看世界 我是金小军 我们下期见 拜拜溜